欢迎回来台湾真善美 你知道日月坛有哪些新的玩法吗 比如说我们去日月坛 现在要搭造价十亿元的缆车 另外还可以入住 五千两百坪的日式庭园民宿 不要以为它价钱贵得吓人 每个人一晚上只要一千七百多元 诶 齐悦哥啊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坐日月坛最新的缆车吗 怎么来到游客中心 这不是缆车站啊 想要跟你讲 这就不知道了 来这边你第一带一带的游客中心 因为现在有在卖这个 日月坛299海陆空悠游券 只要299让你日月坛玩很久 可以玩什么 它在299里面包括了 日月坛最新的缆车 日月坛公车环湖 还有我们的游艇环湖 还有我们的脚踏车 全部让你一次玩到够 等于说海陆空全包 全包了 那这样如果分开买要花多少钱 分开买的话大概680几块 等于省了一半耶 对 超过一半 哇 那我们赶快去搭缆车吧 赶快去 有了票 走 日月坛缆车全长1877公尺 一台中最多可以搭乘8位大人 总共有86个车厢 虽然没有冷气加持 但是有前后气窗 再加上地板有通气孔 能够有效地导入气流 即使炎炎夏日来搭乘 也不会感到闷热 好开心 对啊 这是你第一次吗 杰哥 我第一次坐这个啊 哇 真的是 他来营营差不多在那四个月 他花了十亿盖的耶 十亿啊 对啊 很多耶 而且你看他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从那边可以看到整个 非常漂亮的日月坛 你看中间那个中间就是拉路倒了 然后下面那个缆车弹的话 那造型也非常非常地可爱 对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空 从空中看这个日月坛 你看它整个日月坛那种风景 真的非常漂亮 不会台湾最大的淡水 哇 大日月坛缆车从空中往下鸟看 除了可以清楚望见日坛 月坛和拉路倒外 还可以见到大烛湖的全貌 也正是日月坛水坛注入的地方 离日月坛约十分钟车程 这间拥有占地五千两百坪的日式庭园 只有十五间客房 有让人远离都市沉销的感觉 民国二十年出生的民宿主人陈光新 一身军容生涯 少小离家颠沛流离 没有固定住所 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建造一个家 我军人出生了 自己里面是很有限 所以说我太太 我的耳鱼他们都非常地孝顺地来支持我 来支持我完成我的原望 哇 这里好大好美哦 我会不会觉得他起来到日本吗 这里就是日式庭园 那这里五千两百坪的日式庭园 有种了三万多棵树 这么多 对 然后呢 他这里你一定要到这个阁楼上去看 这个阁楼是这里最高的建筑 然后你登上这个阁楼上面的话 你可以眺望整个园区的整个的美景 五千两百坪净收盐底 对 而且它只有十五间房间 太奢华了吧 只盖十五间而已 只盖十五间 登上飞隔居高临下 将五千两百坪的庭园美景净收盐底 每人却只要花一千七百五十元起 就能来这儿住过一晚 让来住过的客人都直呼 转到了 在水设码头附近 有间小馆专卖总统鱼 一边品尝新鲜的总统鱼 还可以透过大片窗户 欣赏美丽湖景 重点是这儿的价钱高贵不贵 是五星酒店的半价而已哦 悄悄计算计算一下 超完美的陆海空日月潭之旅 加上入住比五星酒店 还要豪华的庭园民宿 每个人只要二流九九元 跟着李池悦的抠门拍拨 花小钱一样也可以玩得很尽兴